中华民族伟大 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过程中 传统宗教文化的作用日益彰显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 影响国际关系 促进世界和平 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发表演讲时指出 实现中国梦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 相互促进的结果 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 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 秋冬之交的北京 一扫往日的雾霾 避空万里 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会议召开之际 为了致力于亚洲各国 和平繁荣进步 推动亚洲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深化与拓展 向世界展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11月10日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 中国美术家协会等 共同举办的 多彩亚洲文化中国艺术国际交流展 在北京时代美术馆隆重开幕 本次展览 邀请了中国 印度 朝鲜 印度尼西亚 日本 尼泊尔 韩国 格鲁吉亚 等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 共展出180余件艺术作品 新华社 国际台 人民网 中国经济网 等数十家媒体现场报道 展览组委会 特别邀请上师 展出精心会创的 唐觅金科曼陀罗神异书画 金刚志 东方日龙 金刚志 是佛家密宗之密 它象征着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善缘 无量的佛光 普照十方大千世界 金刚会见 斩断一切烦恼 狮子长吼 顿破众生无名 东方日龙 则象征着中华巨龙腾飞 象征着君主的权力地匪 庄严威仪 六度万行 统领大众 一切无害 作品 分别悬挂在开幕式会场两册 气势非凡 神圣庄严 交流互建 多彩亚洲 下午三点 来自外交部 文化部 外国驻华使馆 中国美术馆 中外文化艺术界代表 等数百名嘉宾 祭祭一堂 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 宋荣华主持开幕式 举办多彩亚洲文化中国画展 为亚洲各国人民搭建一个多种文明交流的平台 增进中国与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大国形象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星先生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指出 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华传统文化 正在进一步激发着新的生命力 正在经历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过程 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 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 人不忘本才能开辟未来 印度中华大使康特表示 通过这次展览 大家都感受到了 亚洲国家之间文化命运的共同点 印中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远远流长 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今年是印中文化交流年 双方举行一系列社会宗教文化交流活动 将成为两国之间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础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舒义先生 在致辞中 向来宾隆重推荐了 齐白石的洞庭姑藩 黄斌红的山水 以及佛门大德 荆轲玄雷上师的三幅神义书画 并表示佛教文化 对亚洲国家间平等互助 友好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 李肇星会长 荆轲玄雷上师 康特大使 乐玉成大使 舒乙先生 吴维山馆长等贵宾 来到由中外艺术家合作的 多彩亚洲画作前 为展览揭幕 一幅描绘亚洲各国 绚丽多彩的画作 展现在观众面前 亚洲各国跨越时空紧密相连 北京天安门笼罩在一片霞光之中 接着 荆轲玄雷上师向中国公共外交协会 赠送了一幅神义书画 云尽日当空 作品蕴含着深邃的密意 拨开乌云见明日 放出光辉万里情 祈选华夏盛世 国泰民安 亚洲繁荣 世界和平 主持人感谢上师 对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支持 感谢上师 对慈善事业的支持 李肇星先生 亲自为上师颁发收藏证书 当看到文汇报 报道上师 应帕劳共和国总统邀请 为他们国家独立20周年庆典 举行祈福法会时 他紧紧地握住上师的手 表示祝贺 照相机摄像机围拢过来 闪光灯闪烁不停 记录下这历史难忘的画面 随后 嘉宾们一起观看了展览 大家被瑰丽 庄严神秘的 巨幅唐密曼图罗画作 吸引驻足 作品描绘了中华大地 天垂宝盖 地勇金莲 光匠法坛 献瑞金霞 在金刚性海 百宝连台上 大日如来 端坐于坛城中央 宝生佛 阿弥陀佛 阿处佛 悟空成就佛 四方肥肇 菩萨 明王 罗汉 空行母 妙音天女 金刚童子 莲花童子 四海云集 花雨天香 清净庄严 无量佛光 普照大千世界 浩渺的大海上 一艘象征着 波野智慧的法船 慈航普渡 接引众生 从无名烦恼的此岸 行驶向 清净光明的彼岸 大海上空 两条巨龙 环绕着北京天安门 万里长城 以及美国自由女神像 俄罗斯红厂 印度太极陵 法国埃菲尔铁塔 新加坡 鱼尾狮 日本富士山 埃及金字塔 等世界各地的标志 象征着中华文明 走向伟大复兴 走向世界 世界走向中国 上师对康特大使等嘉宾介绍说 唐觅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 内护修正 外护国土 其护国功德 在唐觅经典 大日经 金刚鼎经 人亡护国经中 有具体体现 其不谈 表法 其请 持咒 秘印 观修 等以鬼极其微妙 非素质灵根者 难以领悟 唐觅曼陀罗 是宇宙一切 皆为大日如来 法身所现 法界森罗之体相 皆为大日如来之深密 一切音声话语 尽使大日如来之语密 一切心念照料 乃非大日如来之异密 表现其智德者 称为金刚界曼陀罗 表现其理性者 称为胎藏界曼陀罗 使法界众生之身 名大曼陀罗 山河草木有形物质 名三昧耶曼陀罗 语言文字 一切声响名法曼陀罗 一切动作行住坐卧 翻飘树窑 名结磨曼陀罗 唐觅经科曼陀罗谈成 是以佛的卑至愿力 去和如来 内政社会真实功德于一处 为觉悟众生 献种种身 为朱友情 说种种法 应不同众生的根器 开始种种本事之心 以身口意 三无尽庄严葬救济十方法界 有情众生 庄严国土 利乐有情 具有不可思议的 护国功德 这幅画中 谈成诸佛菩萨 各有表法 中央大日如来 表法界体性至 护佑圣主明君 护持正法 国运昌隆 东方阿处佛 表大圆境至 护佑国土圆满完整 南方宝生佛 表平等性至 护佑国家社会平等 西方阿弥陀佛 表妙观察至 护佑国家文化昌明 北方不空成就佛 表成所作至 护佑国家百叶兴旺 本尊不动名王 则表私职如来法令 除邪福正 护佑国家稳定 人民安康 听了上师的解说 康特大使 援助泰国大使张九环等嘉宾 非常赞叹唐密荆轲曼陀罗的 殊胜伟大 热情的观众也围拢过来 仔细欣赏着这幅殊胜的画作 上师接着说 大唐盛世 海纳百川 太宗李世民上马指挥千军 下马安邦定国 高瞻远瞩 虚怀弱骨 正直善良 爱民纳贱 从善如流 以身作则 上行下效 护持佛法 礼敬玄奘 为君者 明见是非 对大臣 辅相 百疗 心无颠倒 了知忠信 善恶 智慧差别 为臣者 距离直言 连结奉公 诚信佛法 正信英国 一代明军 开创大唐新气象 十轮运转 法源具足 开元年间 印度德道高僧 善无畏 金刚志 与其弟子不空 分别从 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先后来东土大唐 将最鼎盛的 无相于家密 授船宫中 建立大曼陀罗 灌顶道场 护国西斋 万方投化 玄宗 遵金刚志 善无畏 为教主 不空 历任三朝 灌顶国师 密教成为当时 影响最大的宗派 涉授一切成 融合 如道文化 对社会 政治 哲学 文化 等诸多领域 产生了特色的 深刻影响 开元盛世 以佛法治国 用武戒 十善 教化世神 社会秩序井然 百姓安居乐业 国都长安 成为海内外信徒的精神中心 向往中心 朝圣中心 国有正法 治新安邦 地有厚德 社稷自闻 恩威并重 四夷自服 天下归心 万邦来朝 这是大唐盛世之根本 最后 上师对大家说 我们不但要有物质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 还要有精神的财富 和信仰愿望的人生价值观 人类物质的享受 永远填补不了精神的空虚 物质的应有和享受 不要说小康 就是达到了大康 也构不成人类的精神与文明 大家听了上师的开示 都深感佛法 浩瀚无边 博大精深 纷纷走上前 与上师合影留念 参观完展览 嘉宾们回到贵宾厅 广州画院画家方瑞 向大家介绍说 荆轲玄雷上师五名剧足 他会创的神异书画 具有不可思议的法力加持 非世间繁夫妓义所能比拟 是上师度化众生的 殊胜方便法门 蕴含着深邃的佛理佛法 是上师赐予弟子及有缘人 无上圣洁的如意法宝 我国著名书法家 吴家贵也感慨地说 荆轲玄雷上师的神异书法 不是严家书法 王家书法 赵家书法 上师作书更不像传统的 楷、立、传书那样 需要传统法则来规范 上师的书画是中华一绝 方瑞接着说 我有缘拜时上师后 在上师加持点画下 开始实修心密 认识到唐觅曼陀罗 蕴藏的强大内涵 回头再看我以前的作品 实在是小儿游戏 根本无法与 曼陀罗神圣的境界相比 中国美术馆馆长 吴维山先生 一边听着介绍 一边仔细观摩上师的神异书画 他赞叹上师的书画 打破了传统 气象非凡 事后他为上师提词 比落金风雨 康特大使得知 唐觅千年传承 法种被断 他非常高兴 热情邀请上师到印度参访 并期待能够早日到广西 上林联姻寺交流建立友好关系 中国驻印度大使勒玉成 也期待着金科曼陀罗书画院 为中印友好交流 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亚买加 意大利 匈牙利 委内瑞拉 哥伦比亚等国驻华使节 文化参赞 纷纷邀请上师 到他们的国家弘扬佛法 将唐觅曼陀罗艺术 带给他们的人民 慈悲为怀 利乐友情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 帮助残疾儿童 原艺术梦想 展览期间 组委会在时代美术馆 举行了一场慈善拍卖会 上师心怀慈悲 利乐友情 他捐献的两幅神异书画 东方日龙 金刚志 成为整个拍卖会场的焦点亮点 金刚志竞拍获得者 美籍华人李大鹏 在接受新华视讯采访时说 我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 不管是什么种族 文化背景的人 要想得到朋友的真心尊重 必须要有信仰 对自己本民族文化 有深刻了解和秉持传承 2009年 我参加了华盛顿广场 世界和平祈福法会 金科玄雷金刚上师 是第一位在华盛顿广场 主持火攻法会的金刚上师 我们海外炎黄子孙 都感到无比自豪 今年我去帕劳 又见证了上师 为总统摩顶加持 总统珍藏的 就是金刚志 上师的神异书画 不仅是西式之宝 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受朋友的委托 参加此次竞拍 非常荣幸 东方日龙竞拍获得者 青海丰益集团董事长 李永志则兴奋地说 几年前我就知道 金科玄雷上师 是一位得到的大成就者 莲花生大事的一个掌印 价值连成 释迦牟尼佛的等身相 更是无法用金钱能买到的 今天我能拍到东方日龙 三生有幸 如果能和上师合影 再加二十万 我也愿意 我了解到上师 为了给众生 一个清静的修行境地 他将自己多年的积蓄 全部捐献出来 在广西上林建设联姻寺 中华唐觅不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要有中国精神 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复兴 就割断了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中华唐觅将以其独特的曼陀罗艺术 为传统文化的复兴增添益彩 将以其护国利民的大悲行愿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世界和平做出积极努力 荆轲玄雷金刚上师 一个得到的大成就者 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和精神 融入到佛法的境界之中 他把一切的智慧 慈悲 功德和愿力 都回向给无量的众生 祈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人民西安乐 世界永和平 安可乐 耶克索